像有一些芝麻聞起來有油耗味的時候 真的不要 因為它是高油脂 那還有呢 打開之後放冰箱 因為油耗味代表已經壞掉了 對對對 我吃完這個 對 有很多人喜歡用一種無骨粉啊等等 可是聞起來就是有一個 美味或者是一個那個油耗味 那真的不要了 吃了會怎麼樣 沒有 因為那擔心有黃麴毒素 或者是說它氧化了一些有毒物質會比較高 那譚老師如果我們自己就是 不要買這樣一包已經磨好的 我們買芝麻 然後等到要吃的時候 再來磨 像譚老師嘛 就把它擠破 這樣比較不會 我是這樣子 我會直接買這個芝麻回來 然後炒的時候放冰箱 然後每次要吃飯或者是說要 對 就是把它敲 其實也不用磨 我就是放一個湯匙或一個碟子 就像吃豬排飯那種 我也沒有 就上面再放一個湯匙把它壓一下 讓它破掉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就不會明日見了 對 然後這個芝麻一定要放在冰箱 因為怕這個長黃麴毒素 幾個東西可以提醒大家 第一個 大家現在什麼油都會覺得 哎呦我買那個冷壓的 是最理想 可是必人在下我 芝麻油我就不會挑冷壓的 對 為什麼呢 真的 因為其實呢 根據研究顯示 芝麻裡面這些多分類的 包括芝麻樹在內啊 它最好的抗氧化能力呈現在什麼時候呢 是它經過200度C的高溫 30分鐘被炒之後 它發現它反而抗氧化力是增加的 所以大家有一個迷思說 什麼東西加熱之後 它的營養就被破壞了 不一定哦 有一些耐熱的 甚至油溶性的這些多分類 它們的抗氧化力是在加溫之後 才展現得更好 所以就剩芝麻了 對 所以像為什麼 傳統古人在做芝麻油的時候 會先煎過被炒 那可能是有道理 不只是讓它香氣出來 事實上研究顯示 它的抗氧化力是增加的 但是我在用的時候 反而要冷 怎麼說呢 它幫你萃取好 它已經用一定的固定的溫度 幫你炒了 然後壓出來之後 這一瓶油 麻煩你呢 不要再拿來高溫炒 因為高溫炒使它油破壞掉 所以通常是把它呢 就是我們比如說水煮法 或者最後拌上去 這樣是才能吃到最好的芝麻油的好處 這樣複雜 對 所以你不選前面冷 但是後面是要冷著用 對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說 有些人會說 那我剛才看起來芝麻糊也很好 但我必須說 很多人吃芝麻 除了需要有芝麻素 就是多分類的抗氧化之外 芝麻經過研究顯示 它可以降短固醇 因為它的 對 它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高 所以它其實 福人大學研究發現 每天它一把左右 它其實對你的膽固醇調節是有幫助 那一說 那因為的貨幣 比較簡單 我就吃芝麻糊 坊間很好吃的芝麻糊 除了裡面有澱粉之外 通常有 豬油 豬油 因為它很香才好吃才會順口 越滑順越順口的 其實裡面是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一方面希望說 我藉由吃芝麻來降短固醇 可是我一方面又攝取了飽和脂肪 又可能會提升短固醇 所以我覺得你吃的時候 可能就是自己製作會比較簡單 你不要想說 我聽說有好的每天吃 結果不會 你不知道吃的是豬油還是芝麻 對 這是要注意的部分 我這個還真的是意想不到 還有豬油在裡面 好像越順口越好小心 吃湯圓有沒有 芝麻湯圓 有些就是好吃有名的 都是放豬油 太可怕了 裡面也有 雞肉沒有 那才好吃 對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剛剛當然的素卿有告訴我們 芝麻糊 芝麻粉 芝麻油 怎麼吃對不對 所以營養師幫我們示範一下芝麻醬 好 OK 其實我們在家裡就可以買直接這個 外面不是超市都有賣一包一包的黑芝麻 你也可以去那種叫做雜貨店買也可以 但是我都會買盡量日期挑新鮮一點 因為其實我後來發現就是 如果你譬如說它可以保存三個月 那如果有一些它是真的逼近三個月 那個買回來打出來的芝麻醬就不好吃 因為它的那個油耗味就會出來 所以我就會挑新鮮一點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直接打進去 不要加任何的水 請不要加任何的水 那我這一包是150公克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低糖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甜度喜好 那低糖的話這是30公克 那如果說你要正常版的話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糖 就是50公克 對 那叫正常版 對 正常版就是你很明顯會有甜味 那今天的甜味就會很低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把它炒出來 這樣還很低 其實真的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 它其實真的味道沒有那麼甜 對 好 那如果完全不加糖也可以打嗎 加不加糖不重要 它都可以打 它重點只是口味而已 對 然後重點是不要加水 因為我看過有人加水 好 那我們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 然後這樣子打呢 因為每一家的機器不同 所以就是打的速度都不同 它基本上會從顆粒變成粉 然後粉貼下來你就會再打 你就會發現有油脂出來 油脂出來最後就會變成像 要是花生醬有沒有 要很順的那個狀態 那個狀態就是它自己就會打出來 對 我們就是耐心的等待這樣子 對 就是因為要它的油脂 對 那不用加水 是因為它的油慢慢就會被打打打破 絲包壁都會打破 油脂會被釋放出來 為什麼會打白質 不是說白白質 所以大家你看 就是有變成粉狀了 對 粉狀就會開始出來了 所以核心 或者說那用白芝麻來打 可以做白芝麻醬 對 也可以 那白芝麻就會 比較會偏像做菜 比如說我們去切麻醬麵有沒有 對 或是那個滷筍涼拌的時候 就是白芝麻 對 那如果說像這個 我就是拿來磨吐司 早餐的吐司這樣 有一點燒肉芝麻醬 會有香味 那如果我想要保養 每天早餐用量要多少 保養 因為塗在臉上 就是保養頭腦 保養頭腦就在逃避 芝麻醬要多少 拳頭吧 可以嗎 可以多少 一天要吃多少 好 那我們就看 一般外面不是有個塑膠湯匙有沒有 就是我們會喝湯上面那個塑膠湯匙 大概就是2到4湯匙 都是合理的量這樣子 對 好 那所以你看 好 我們現在再打一下下 好 就差不多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我們的芝麻醬打出來的樣子 所以你看剛才是顆粒有沒有 現在打成就是溜汁 做的外面賣的啦